这是什么呢 这是什么喝啊 薛爷 你做什么 殿下莫怪 阿弟他喝多了 我没醉 燕世子 装了这么久 也该过瘾了吧 薛爷 你发什么酒疯 公主殿下 林姿王殿下 你们忘了没关系 我来说 圣上早就下旨 永义侯府不得私藏兵刃 来人 把他的剑给我剿了 是 是 站住 薛爷 你到底想做什么 殿下 薛家领着新武卫 禀功办事吧 薛爷 今日你想要什么 拿去便是 这柄剑 不行 好啊 那你就是抗制 只有逆党才敢抗制 燕林 你敢啊 阿弟 别胡说 还不快出去 薛爷 你不要太过分 薛公子 抗制与否 也不是你一家之言 况且今日 阿弟 你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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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弟 阿弟 你怎么 怎么可以打人呢 这 你敢打他 我几次三番人 可别不是好歹 这世上没人能在我面前伤他 阿弟 你们都是死的吗 给小燕我杀了他 燕林 侯爷 侯爷 欣先生也在 怎么了 庶子那边 与新武卫打起来了 什么 薛爷家巴不得在今日身世 倘若燕林行错半步 便坐实了叛乱的罪名 不行 绝不能让实习囊弹 燕林 别打了 燕林 我没事 千万不要闹大冲突 尤其是今日 薛爷 今日是燕林生辰 你非要闹到这个样子吗 殿下 燕林抗旨在先 打人在后 若不教训他 叫我们定国公府的面子 往哪儿搁 什么抗旨 薛爷 你不要仗着皇兄的旨意 乱扣罪名 那件是本公主跟宁宁 一起去去来送的 难道 本公主也是抗旨吗 二弟 够了 二位殿下都看清楚了 众目睽睽 知下燕林直见行凶 燕家叛乱罪名未除 他就敢如此行事 这你们也要包庇他吗 真是一派胡言 分明是你先动的手 薛爷 你不就是想要这笔剑吗 没有必要拿圣旨来压我 就现在 你给我打上一场 你要是赢了 我双手奉上 你干吗 燕林 燕世子 我阿弟的功夫自是比不过你的 这剑本就是家儿姑娘送你的礼物 还请燕世子高抬贵手 给我听着燕林 你得意什么 燕家满门的武服粗染 凭你也配 薛爷 你究竟什么意思 想要夺剑的是你 不敢比剑的是你 如今不服输的还是你 我看你们薛家只会养出废物 执一 慎也 我说的又没错 公主此言诧异 薛家虽有薛业这样的 但也并非个个如此 倘若当年的定妃世子尚在 绝不致如此废物 你敢再说一次 再说多少次都可以 世人皆知 定国公府的世子 但是原配燕夫人所生的嫡子 我的表兄 薛定妃 入口 涉地莽撞 惹得燕世子不快 我在这里替他赔礼道歉 听闻定妃兄长天资聪颖 惠敏过人 然而此事已经过去二十年 私人已去 救世难追 燕世子今日又何必再重新提起 如此咄咄逼人呢 倘若这样的一个人 侥幸还活着的话 该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又该有多少人为之提心吊胆 夜中难昧呀 燕脸 我阿姐给你几分薄面 你别不识好歹 给我把她拿下 够了 好好的冠礼 闹成什么样子 我平素 就是这么教你们的吗 好了 都是些半大孩子 偶有些矛盾 也是正常的 清风 冠礼时辰快到了 你带燕脸去准备 是 还有一刻 就是吉时 诸位稍作休整 侯爷 我们也去准备吧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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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